我们来看到第十二题 想要了解台湾的公民对某议题支持的程度所做的抽样调查 依性别区分所得的结果如表一 那我们要问从此次抽样结果可以得到下列哪些推论 这一题主要考大家关于随机抽样调查的概念 这个概念在目前的课程中是属于高三选修夹乙的课程范围 而非目前决策的考试范围 我们现在看到表一这个抽样调查结果 表中包含两项资料 第一个赞成此议题的比例phead 在女性公民为0.52 在男性公民则为0.59 第二个phead的标准差为 更好n分之phead乘以括号1-phead 在女性公民为0.02 在男性公民则为0.04 我们可以利用这张表来针对各选项来做讨论 我们来看到A选项 全台湾男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比例 大于女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比例 我们看到表中 男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比例phead为0.59 它会大于女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比例phead 也就是0.52 虽然表中的资料显示男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比例 会大于女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比例 但是表中的资料是属于随机抽样调查 是调查部分台湾公民对某议题的支持程度 而非针对全体台湾公民所做的普查资料 也就是说抽样调查 无法代表全体赞成的实际比例 那么全台湾男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比例 是否会大于女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比例 这是无法确定的 所以A选项是错的 再来看到B选项 在95%的信心水准之下 全台湾女性公民赞成此议题之比例的信赖区间 会借在0.48到0.56之间 既然悬项告诉我们是95%的信心水准之下 那么它的信赖区间会借于 Phead加减两倍的标准差 而在表格当中 我们知道女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比例 Phead为0.52 而Phead的标准差为0.02 那么信赖区间就会等于 0.52减掉两倍的标准差 0.04以及0.52加上两倍的标准差 0.04之间 计算结果可以得到 信赖区间会借在0.48到0.56之间 所以B选项是正确的 接着我们看到C选项 此次抽样的女性公民数少于男性公民数 既然选项要求抽样人数 那我们可以利用 Phead的标准差 Sigma会等于 根号N分之 Phead乘以括号1-Phead 经过整理之后可以得到 抽样人数N会等于 标准差 Sigma平方分之 Phead乘以括号1-Phead 接下来我们将表格中的数据代入 可以得到 女性的抽样人数会等于 标准差Sigma的平方 也就是0.02平方 分之Phead0.52 乘以括号1-Phead0.48 计算之后可以得到 女性抽样人数大约会等于 624人 同样的 男性的抽样人数会等于 0.04的平方 分之0.59乘以0.41 计算之后 得到抽样人数大约会等于 152人 所以 女性的抽样人数会 大于男性的抽样人数 所以C选项是错的 再来看到D选项 如果不区分性别 则此次抽样赞成此议题的 比例Phead 介于0.52与0.59之间 既然不区分性别 也就表示 要将女性公民和男性公民 赞成此议题的比例 一并做计算 可以得到 Phead全部会等于 624加上151 而624是女性的抽样人数 151是男性的抽样人数 而分子的部分 624乘以0.52 也就是女性赞成此议题的人数 加上151乘以0.59 则是男性公民赞成此议题的人数 计算之后 大约会等于0.53 而这个数字会借在0.52到0.59之间 所以第一选项是正确的 最后我们来看到一选项 如果不区分性别 此次抽样Phead的标准差为 根号N分之Phead 乘以关号1-Phead 会借在0.02与0.04之间 既然不区分性别 就表示我们要求全体抽样Phead的标准差 而它会等于 根号775分之0.533乘以0.467 775是全体的抽样人数 0.533是第一选项所求的Phead权 而0.467就是1减掉Phead 那我们的标准差 经过计算之后 大约会等于0.018 而这个数字呢 并没有落在0.02到0.04之间 所以1选项是错的 经过整理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B、D 两个选项就是这题的答案了